现在的孩子好幸福呀 现在就是我感觉 零零五年以后的都好幸福 我是基森的不靠 你怎么 我来吃个东西啊 就是吃个包子 这两天迷上了这个包子 迷上了这个包子 吃吧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天天晚上吃 就是白天我就不怎么爱吃 然后到了晚上 然后我就很喜欢吃东西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到了晚上 我在和妹妹说话啊 家人们 然后到了晚上 我就很喜欢吃 可以吃啊 我后面是黑的 是因为外面天黑了呀 这个包子是你做的吗 不是 这个是我吃过 有史以来 我觉得特别好吃的包子 是黑猪肉的包子啊 嗯 嗯 嗯 QQ弹弹的啊 我说 把 把刹链拉上 要拉刹链吗 哇 里面有个 好像吃到的脆骨一样 现在才九点半 对我可能要播到十点半左右 该直播了 嗯 这个包子 是就是 它是就是不是我自己包的 家人们 我没有牛糙了 我没有吃了 哇 完蛋了 等一下啊 家人们 你们可不可以等我几分钟 上面接 我 我 我都忘了 就是这个东西 我 我可以就是问一下 但是我要打电话 我可不可以退出去几秒 哎呀 家人们 我刚刚忘了 可以啊 哇 晚上好 晚上好 我刚刚回来了 回来了 家人们 回来了 我们没有订婚 是求婚家人们 就是求婚 马上就要 呃 马上就有可能要 就是订婚了 然后我们本来 我们想的是 马上订婚 订完婚之后 就是呃 领结婚证 然后就拍婚纱照 所以的话可能 就是下个月就会去拍婚纱照 先给你们透露 你们要多推荐 有没有自己的子女 就是拍过婚纱照的 然后 就帮我们推荐一下 我们都没有拍过 有没有牙博士的牙膏 没有 家人们真的没有 对 结婚会六年 你觉得呢 那结婚肯定呀 对不对 结婚那是必须的 家人们 能看看你的表 呃 表妹吗 因为我的妹妹她 就是 嗯 她们没有 就是 看这些 然后我不想 他们待会 因为我 那种知道吧 你们的儿子在三亚拍的 很好看 真的呀 看来大家都是 嗯 那个 就是很多家人们都是 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啊 酸辣粉 酸辣粉 家人们 我一般分享一次 我就 就不会再去反复的去分享 酸辣粉 也吃完了吗 这个包子真的好好吃呀 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吃包子的家人们 就是 早上也喜欢吃包子 然后 动不动就是想 早上的时候就想买一笼包子来吃 但是买包子来吃的话 早上就要很早的去 如果去晚了 可能就买不到 稍微晚一点就买不到的 有没有 有的打个有 我爸爸他就喜欢吃这种黏黏糊糊的 就是我这种肉类的东西啊 就是这种包子呀 馒头呀 这些 我就很喜欢吃包子 这么多家人们和我一样呀 哇 这么多家人们和我一样 这样呢 我给家人们看一下啊 我吃的这一款包子啊 它就是很符合大家的要求 就是不用早上很早的去排队去买包子 随时有的时候我晚上饿了我都要吃 它和其他的包子不一样 不是我自己做的 它是手工包 是一个老板他包好了 然后可以就是冻 就是冻在这个冰箱里面 但是它一蒸和鲜肉一样很好吃 因为我在外面买包子冻在冰箱里面吃过 就是结果第二天蒸起来 它就是不鲜 然后就是也没有肉也没有嚼劲这些 这一家包子我是一直都反复的在吃 因为它是黑猪肉包子 真的是很香 然后它蒸起来也不会就是吃着 就不会有那种冻过的感觉 以前买来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买来 冻在冰箱里面煮来吃的时候 那个蟹肉就已经没有嚼劲了 它这个里面是黑猪肉的 所以我就很喜欢吃 你们如果喜欢吃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一点 但是不多 因为它这个是手工的啊 面粉类的 你们都和我一样 都喜欢吃面粉 它是 它的做工啊 我给家人们说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 是无反复 而且的话是没有就是添加那些就是科技与很火 所以它吃起来有个麦香味 然后猪肉也很香 你们喜欢吃 但是我 因为就像你们喜欢吃苹果一样 苹果被我吃完了 这个包子的话 这个包子的话 就可能 就可能 不够 我只能给你们展示袋子 叶总去哪里了 叶总去哪里了 它就是出差去了 知道吗 家人们 出差去了 我妹妹还要吃一个来 前天晚上我吃 这两天我要把 我是一个喜欢吃一个东西 就反复的吃 吃来 自己不想吃 就天天吃 它可以拿来蒸来吃 还可以老来烤来吃 就是开水 开了 然后十分钟 二分钟就可以吃了 我怎么没出菜 我觉得 我和她出菜 我又搬不了她什么的吗 没有牙膏 对 你什么事 我懂你的 你这是这种事 对 吃早餐吃夜宵 你们要不要吗 要的话 我就叫我妹妹在冰箱里面拿来 但是可能 不够啊 因为她这个是手工制造的 纯手工制造啊 所以的话 家人们就是 可能不多 因为现在直播间 六万四千多人 家人们 六万四千多人 我就叫我妹妹拿过来啊 但是有一点啊 家人们 就是因为她这个是 像包子这些 她是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新鲜的嘛 她不像买衣服一样 你们一定要接受的 她是生鲜类的 所以的话 生鲜类的东西 她不会有什么七天五 你有退货 但是这个包子是我们自己 一直都在吃的 如果你们要的话 我就叫妹妹拿过来 那个冰箱的地上 嗯 你姐打开 冰箱 下面那个 对 你先拿一袋过来 谢谢了 辛苦了 小姐 对可能不多啊 家人们 她是 纯手工的 是生鲜类的 所以的话 生鲜类的东西是 可 生鲜类的东西 就没有七天五牛 看一下蟹 我再吃一个 你们就看一下嘛 它是黑猪肉蟹的啊 真的和外面一样 比外面的都要好吃 早上不想去排队买包子 早上起不来 总是买不到小笼包 就可以买一点被子 这样不多 我就直接分享了 家人们 不多 我就直接给你们挂上去啊 然后回家们 聊聊天 然后我因为网上了嘛 我也在吃 猪肉猪肉 这个 对是猪肉 来 我给家人们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包子 黑猪肉的 看了没有 黑猪肉的 家人们看了没有 黑猪肉的小笼包 黑猪肉的 然后的话 这一袋 这样啊 家人们直接 因为它是 小笼包有很多市场上 超市里面也有很多 很多 就是 包子的话 它可能就是不新鲜 而且吃起来口感不怎么好 这一家小笼包 是叶总吃了一口 上一次前天 然后 在门口的时候 蒸上了 我们拿了一个碗 蒸上了十多个 他这样 他是叶总是不拉筷子 他是直接这样 塞一口 就在嘴里 然后的话 塞了一口在嘴里 然后马上又 吃一个 马上又要出门了 他又拿了一个 然后又塞在嘴里 这样啊 家人们 它这个市场上啊 我给家人们直接说一下啊 就市场上 他这样一包 在某猫里面是三十块钱一包 家人们 对 某猫里面是三十块钱一包 但是今天直播间七万多的人 然后不是我们上一次 我们的618直播是取消了的 这样 这两天618 就直接给家人们这个福利吧 一包我给家人们看一下 某猫上看见没有 29块9一包 29块9一包 对 然后的话直接直播间 今天家人们一包 来取一 能抢到就抢 抢不到我也没办法呦 家人们 然后两包 看见没有 两包 来 三包 来 三包多少钱了 一包三十块 三包 是有 九十 呃 九十了对吧 九十 这里面是十二个啊 这一笼包子里面有十二个 九十 来 九十 三 四包的话是一百二十了 对不对 一百二十今天直播间价 这个包子的话 它是真的是我吃过 我觉得比市场上都要好吃 然后 嗯 今天直播间抢到就有 抢不到 就是希望姐姐和阿姨们都理解一下 这是我们自己家里面也在吃的 今天直播间 嗯 这个是一百二十块钱的价格 今天不要九十九 然后八十九也不要 七十九也不要 直接 六十九块九 直接上车 三 二 一 上 小环车 然后这样啊 家人们再送你们一包 直接五包 右下角小环车 上车 右下角小环车已经上车了啊 直接五包 小笼包和我一样 喜欢吃包子的家人们啊 喜欢吃包子 包子馒头啊 这些早上起不来 然后每次就是去右下角小环车 没上呀 我上了吧 可能你的手机卡了 如果抢不到 希望家人们能够理解一下 抢不到的姐姐和阿姨 大家都理解一下啊 对 黑猪肉的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早上起不来 然后的话去买小龙包 因为很早 起晚了就买不到的 今天可以去抢 它有普通的那些包子不一样 市场上很多这种包子 可能啊 买在冰箱里面放着 结果就再蒸来吃 可能就没有这么的香 但是这个的话 你们到时候冻在冰箱里面 不要 拿来解冻 直接放在锅上蒸个8分钟 就可以吃了这样 口感更好 第二个就是家门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尿 它是黑猪肉的 它这个品牌是 中央电视台这些 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应该看到过这个广告了 看到没有 这样没有抢到的家门 一袋里面有多少 一袋里面有12个 12个 超市里面有卖10 对